美墨协议对中国某些方面是不利的 它也反映了美国越来越具有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能 到底说像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 不应当设置这样的多的条款 要求汽车业的零部件 在美国制造等等 这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条款 不过对中国也不见得就完全不利 中国或许可以由此而成为自由贸易的领头羊 这个关键就是看未来中国怎么做 如果中国未来越来越开放 实际上越开放对中国越有利 那整个世界可能都会认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贡献 当然这个中国现在劳动力的实薪呢 这个每小时的薪水还不到一美元 而美墨协议规定汽车临部件那个实薪不低于16美元 这个的确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 因为美国的薪水它非常高 不利于墨西哥 更加不利于中国 墨西哥它在汽车出口方面肯定也会遭受损失 不过日本 德国等这样的一些汽车出口商也会受到打击 中国与墨西哥的产业它具有某些同购的性 或者是同质化 比如说电视 冰箱 洗衣机 电脑等家用电器 这个美国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四五十 都是由墨西哥生产的 美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 可能对中国出口方面 对美国的出口方面那是更加不利 但是呢 我刚才说了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中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或许中国在自由贸易方面反而会取得成就